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会过很多的人 记说很多人后来就慢慢都没机会生气了 第一句话呢叫做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不小心摔在地上的时候 你就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躺在那儿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妈妈在那里唠唠叨叨的时候 你不管生气还是不生气 你先看着她说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说真的 上天不是为你一个人打招 有时候今天你遇到的不幸 说不定明天变成好事情 所以你遇到的不好的事情 你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也许在这个事情背后 隐藏着更多对你有利的事情 所以何必那么着急下结论 所以我鼓励所有的人 不要对发生的事情轻易下一个判断 不如就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学会了吧 这是第一句话 对很好用的 第二句话其实跟第一句话是连接在一起 叫什么 你也不容易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容易 你看这么多人 你就专门踩到我 对吧 描得这么准 对吧 你也不容易 如果跟女儿儿子吵架 老人家跟女儿儿子吵架 说情况就是这样子 你也不容易 可能真的吵不起来 你今天回去跟你妈妈说 不管她讲什么 她吵你 她骂你 你跟她说 妈 你也不容易 那一定吵不起来了 想想这个孩子被骂成这个样子 妈就跟那个孩子说 哎 孩子 你也不容易 对 对 其实当你去餐厅 你看到这个菜有时候炒得不好的时候 你想想背后的厨房的厨师坐在那里 他一天到晚可以说暗无天日 坦白讲 真的是叫做你也不容易 其实这个社会上每个人活着都不太容易 如果我们都能够意识到没有人是专门想来围栏你的 如果大家都愿意说你也不容易 那彼此都很疏 对 对不对 还有一句话呢 第三句话就叫做刚好 你觉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刚刚好的 刚好这个出门撞在的玻璃上 就表示说我既然撞到了玻璃 表示我下一个麻烦被阻断了 说明我本来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 你正好被这个玻璃撞了一下 阻止了我几秒钟 命运的轨迹就在这里改变了 所以叫刚好 所以当我的钱包被人偷了 你就说刚好 说不定我要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 对 这件事情对我更有价值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说刚好 我保证你会感觉到生活越来越好 我讲的东西不是很有道理 但是我讲的东西很真实 是很真实 我不是爱讲道理的人 但你这个主持人不太像主持人 我不太像嘉宾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舒服 好 生活 天天养生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深圳卫视为您送出的生活服务类栏目 天天养生 我是节目主持人天娜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任任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欢迎 说句实在话我今天挺生气的 又咋了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一点小事 但是就是很气 气得我很难受 更年气到了 怎么可能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 不过仔细想一下 因为我是女人 对吧 我们女人生气需要理由吗 你这么说我就是没话说了 但是呢 我不能回答你 我们今天呢 有一位老师特别能够回答你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著名的这个营养学的老师 还有情绪管理学的老师 林海峰老师 我们有请 小声有请 你好 欢迎林老师 林海峰 国际营养食疗大师 擅长合理饮食健康指导 倡导整体自然医学 被誉为自然之子 我发现很多时候家里的女性特别容易 就是做这个角色 就每次老公下班回去就数落她 我觉得好像不良情绪特别容易缠上女人一样 但是确实 一般家里边是那个 像老婆抱怨比较多 老妈抱怨比较多 很少听到老爸 或者是这个 老爸是 对也有 但是真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其实抱怨并没有什么不好 其实是被抱怨的人倒霉 其实一个人如果他生气之后 能够把情绪发出去 他自己是不受伤的 别人受伤 憋气的人受伤 其实老爸们更可怜 其实情绪不要理解成说 憋在那里就对了 不是 情绪发出去的人 所以女人为什么大多数比较残受 因为她把脾气都发给别人 倒垃圾 但是她会知道家庭的不安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跟我太太有一个名言 我娶我太太的时候 我跟她讲 其实是我追她 但是我要求我太太遵守三个条件 我才娶她 你三个条件 第一个 我要求她这辈子不能做家务 我跟她说 我宁可全家乱的像菜市场 我也不要你做家务 我太太很漂亮 我娶她照道理 我追她 是应该她给我列条件 怎么我列条件呢 我真的是列条件 但你练的条件是对她很好 对 我跟她讲 为什么 我说 如果你天天整理家 那么你就会慢慢长得像个用人的气质 我本来娶一个太太呢 是为了能够她很漂亮 气质很好 再可以这样慢慢享受 结果她每天做着用人的事情 培养为小事情而生气的习惯 她将来一定会气质越来越差 我不是自行死路吗 所以我既然不想跟她离婚 我就应该帮助她像公主一样活下来 那么公主怎么会天天做家务呢 所以我们家呢 可以乱到 我跟你讲 真的 那个到处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个衣服地址都乱嫩 所以刘老师 你自己也是不做家务的是吧 对啊 其实我跟她讲 乱到我们没办法的时候 就多赚点钱 另外买个房子 原来落点在这里 对 然后我跟我太太讲 我说这一辈子呢 第二条就是 我一辈子 如果我有一次跟你讲重话 你就跟我离婚 我们不可以养成这种习惯 只要你一次让我讲 我第二次就会接着讲 我们彼此之间允许对方这样乱讲话 就会越讲越乱 所以呢 我都跟她约法三章 这一辈子彼此之间不讲重话 所以二十多年到今天 我跟她每次见面 都有点像初恋般的感觉 从来没有讲过一次这么多 真的 所以二十多年 我一九九三年跟她登记结婚 到现在真正二十年 从来没有真正吵过一次价 好难得啊 对 那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学习一下 那老师除了这两条还有呢 第三条我是告诉她说 不管我是穷还是富 你想花钱你就全部花掉 不要考虑我有钱没钱 老师你这么讲完之后 电视机有很多 电视机前有很多人会寻手说 我怎么没有碰到这样一个老公 其实呢 我娶她的时候我并没有钱 但你敢讲这种大话吗 因为呢 我知道我自己深信偷懒 我知道我这种人是在大桥底下 随便铺个铺盖 我就能够很幸福地看着阳光的人 所以本身并不善尽 所以我跟我太太讲 如果我是这样的人 你又对我降低要求 那我们两个将来过的日子就好不到哪去 所以如果你能够提高你的要求 你想怎么过 想怎么花 你就怎么花 我也会被迫提高自己的志向 追求更高的理想 也会富起来 所以我现在的确生活过得很好 但是我都跟别人说 我太太是我的贵人 是我的恩人 因为他很喜欢买很好的东西 老师 我觉得你特别提贴 就是你做到 就是让女人不要有太多的不良情绪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在就是 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 是不是不良的情绪 对女人的伤害会比较大 女人相对来讲 她比男人容易会出现不良情绪 这是因为女人觉得自己天生是个弱者 理所当然有发脾气的潜力 理所当然应该受人照顾 理所当然应该对别人额外的心疼和保护 一旦别人没有做到的时候 她就抓到了很多证据 可以来生气 来不高兴 来憋气 这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心毛 这个毛一旦触动 她就会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理念上出的问题 不同年龄的女人好像都会有 对 因为大多数的女性 她从小就被教育成这个样子 把她教育成一个弱者 一个被保护者 一个可以在那里无理其闹的人 所以女人生气的时候通常都觉得 你看我太太生气 她就经常冒出一句话 她说能教我是女的 所以她每次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不跟她计较 她每次就最多到这一句 她说我是女的 我是因为我懂得她 所以我因为我知道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容易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个观念 就是说我跟我太太 我是告诉她 你这辈子永远保持你可以耍赖 可以撒娇 可以这样的一个习惯 不用为我来迁就 我会自己调整我的心态 来迎接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想改变她 我喜欢她这个样子 老师是不是在你 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家庭 她都愿意建立彼此接纳的关系 对 好女人也要碰到好男人才行 那老师我听说你吧 但首先是好女人不要指望好男人 OK 男人好还是不好 那是男人的事 如果好叫做紫上添花 如果不好你自己好 不要把责任推给他们 不要因为她对你不好 你也跟着对自己不好 我经常跟你信讲 如果你也愿意对自己不好 那你凭什么怪我们对你不好 我们对你不好是顺便的 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对不对 如果你愿意牺牲自己 那我们何妨大家一起牺牲你算了 好落井下石啊 对啊 因为你对自己的态度 决定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所以女性的不良情绪 有的时候要自己来想办法解决 其实所谓的不良情绪 只要你觉得说 天下没有人应该为你负责 你就没机会生气了 你只要把这句话记住 天下没有人应该为你高不高兴 幸不幸福负责任 只有你应该负责 老师我听说 你把女人生成几类 对对对对 你也知道 我想听听看会不会生气 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课的时候 我看着底下的女性 我就突然间冒出这句话 我说女人分成三个等级 三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呢 叫做女孩 第二个类别呢 叫做女人 第三个类别呢 叫做女的 女的 女的就是你 你看过去认得出来 她是个女的 其他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我告诉你 大部分中国女性 很早就混成一个女的的样子 就不是女人也不是女孩了 对 她已经完全忘了自己的性别 她基本上再也不会撒娇 她的脸上再也没有媚态 她对你的眼神再也没有柔情 她每天说话就是这样的 呃 她其实就是个女的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讲下来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 可能就是有了 有了家庭上的年纪的女性都会这样 对 很多中国女性一结婚之后 就再也不把自己当做女孩女人了 慢慢慢慢只把自己当成母亲 当成妻子 当成一个工作岗位 在那里工作 理行妻子 母亲的职责 每天在那里工作 可是可是有些人会想了 这很正常啊 我已经嫁人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当然要负起我的这种角色了 哎 你知道你嫁人 你不是嫁祸于人 你知道很多女人嫁人的意思就是 我嫁给你 从此你负责 嗯 所以为什么女人经常抱怨男人说 对他不忠诚啊 对他这个不负责任啊 这是因为女人嫁人本身的那个心态上 就是我嫁给你 所以你要负责 所以这叫嫁祸于人 自己管不好自己 然后想把自己交给别人管 所以我们好为 所以我们不负责任一样 对对 如果你嫁过去 你为自己的快乐 幸福和健康负责 那对方对你不好 你照样快乐健康 对方对你好 你更快乐更健康 这不是很好吗 嗯 可是如果你嫁过去之后 你完全因为别人对你好不好 你就快乐或者不快乐 高兴不高兴 健康不健康 那么其实就是你把管理自己的责任 交给了别人 嗯 是不是嫁祸于人 对 对 所以这个女孩 女人 女的 她其实在生活中分界线还很明显 老师那你这么讲呢 我是觉得从这个概念上 能分得清楚这个 女孩女人和女的 你想知道怎么分是吧 对 有没有一些什么小诀窍 就是让我 天大现在对自己产生怀疑了 我是女人 我只要出一个考题 就可以看得出现场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好 你出一个什么考题 在一个餐厅 郊外的餐厅 一男一女坐在那里准备旧餐 嗯 那个男的深情地看着那个女孩 然后呢 跟那个女性说 她说 我昨天晚上啊 看到了六个月亮 然后呢 然后那个女性就会有反应 嗯 反应的不同 就代表这个人是女孩 还是女人 还是女的 好 我们来问一下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让天大先回答一下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六十个月亮 六个六个六个 六个月亮 六个月亮 真的啊 你们要喝醉吧 这个老师你先暂决保留答案 好啊 好啊 我们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我们来问 挑几位阿姨来问一下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六个月亮 你怎么看到的啊 你怎么看到的 OK 请坐 来我们把话筒交给前面 就前面这位阿姨 来 起立阿姨 你知道吗 昨天我看到了六个月亮 我说你好幸福哦 哎呦这个 阿姨这话说的我也讲 我真是心里挺甜的 谢谢您阿姨 阿姨你好官方啊 好官方 这明显冰白过的感觉 对 来来来 来旁边的 阿姨 我昨天晚上看见了六个月亮 您信吗 真的吗 真的 我不信 OK 好 来旁边的 再给旁边这位阿姨再说一下 我也是准备这样回答 就不信 好 阿姨来 昨天我看见六个月亮 你喝酒了吧 跟我一位的 没喝 看见您就醉了 总结一下咱们那个 我们的观众啊 还有天大的回答 我发现大多数人呢 其实都是首先 你不是喝醉了吧 哎 只有一个 你好幸福哦 好幸福 还有一个人害羞 那老师您给我们分辨一下 哪几位是女人 哪几位是女孩 哪几位是女的 这挺难回答的 我不会 先以天娜为这个 为样本 咱剖析一下它吧 你看啊 一般来讲呢 如果是一个女孩 真的是个女孩 她在恋爱中 或她在这个 刚刚认识一个男孩子 那男孩子就这样这么讲 那个女孩就会说 啊 真的啊 你带我去 你带我去 哎呀 在哪呀 这个是女孩 好奇 女孩的意思就是 一切都有可能 管她是对是错 先让我高兴起来再说 这是多大的女孩啊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了 这个叫做 懂得让自己快乐的 叫做女孩 对或者不对不重要 最重要是能让我快乐一下 好 那个女人她会说 真的呀 你好厉害哦 你怎么能看到呢 这个是女人 女人呢 不仅懂得享受 还懂得迎合 配合 这个叫女人 那位阿姨您是女人 哎 所以她身上就有点那个味道 对 如果是女的呢 她就说 你神经病啊 哈哈哈 那老师我这个 是这样的 我是女的 老师是这样 从我这个 这个接受这个回答的感受来 不仅仅是回答本身 对 其实还有这个回答的语态和眼神 对对对 有时候这是一种 比如说天大说 哎 你是不是喝醉了 就但是眼神里其实透着妩媚了 也会觉得很好 她喝醉了 那个是有点 有点迎合的那种心情 对 跟责备的 我是单亲 哎 责备的那个就不太一样 所以你 你借负于那个之间吧 哈哈哈 好吧 我们说喝醉了 你也要警惕自己 哦 好好好 好 简单的讲就是 女孩 就会耍赖 会傻野 叫做女孩 充满着好奇心 嗯 女人 就要会傻娇 嗯 哎 充满着魅态 还要回宫 哎 会要配合 嗯 女的呢 不会傻野 不会耍赖 不会傻娇 剩下最后一个本名 叫做讲道理 哈哈哈 可是他不知道 男人最恨的女人 就是爱讲道理的女人 所以这样 生活中 所有的争吵 都是因为 有人爱讲道理 哦 对哦 只要人人都不讲道理 大家都不会吵架 哈哈哈 爱讲道理的人 都以为 自己的道理 是唯一的道理 唯一的标准 拿这个道理 去镇压对方 去征服对方 去战斗 去争吵 吵一个晚上就是为了证明谁是对的 对 是 天上有没有六个月亮 谁都没有损失 你管他有没有六个月亮 对不对 一个男人想让你高兴 不管他怎么编翻弹不翻弹 他编出六个月亮也好 还是看到六个月亮也好 都是为了让你快乐 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 也对 对不对 所以我听到最美的答案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真的啊 六个啊 能不能给我一个啊 这是偶像剧吧 所以我现在知道 偶像剧是合理的了 陪我去看流星雨 陪我去看这个月亮 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对 就是有人不再较真 这就是外国人讲的幽默 幽默的意思就是 除了工作需要合情合理 生活 需要的是多情多义 需要的是多乐趣 不是讲道理 对 你想想 如果那个小孩 那个老爸编个故事 那老爸编个故事 给小孩本来就不容易 万一技术不成熟 跟他说外面有六个月亮 那不是 那个小孩如果说 你神经病 你说那爸以后还怎么当啊 小孩也不容易 对吧 如果那个小孩说 爸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你带我去看吧 然后那个爸呢 就是找那六个月亮 找到一个不容易 在水中又找到一个 在盆子里又找到一个 然后拿个镜子又找到一个 一个晚上可以找出六个的 就很有想象力 对啊 那个小孩就会发现 真的有六个 于是他对人生的看法 就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小孩说 爸你也不容易 所以老师讲的这些呢 就是从一些原则上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 不管是对别人 还是对自己 要有一种观感 一种改变 对 最重要是不要拿自己的道理 当成唯一的道理 不要当它是一个标准 所以中国很多人 都是叫做理直气壮 其实理直不要气壮 理直要香烂 这样就不容易 情绪不好了 对对对 那老师又想请问一下 其实女人到了更年期的时候 特别容易发脾气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女人到了更年期 这个时候的妈妈 特别不好相处 会跟你吵架 所谓更年期呢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血液循环能力下降 第二个就是能量代谢水平下降 所以呢 更年期的女性呢 要想改变情绪 先要从食物上面改变 她必须开始每天都要吃一些含有维生素B的食物 和含有钙铭的食物 这是必须的 不然她的神经会一直很紧绷 很难放松 然后她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 都会因为缺乏维生素B而变得越来越差 那么这三大能量的代谢变差的时候 她的能量就不足 能量不足 这个人就会焦虑 一焦虑就会容易发脾气 所以一个低血痰的人会很容易发脾气 对对对 一个饥饿的人会很容易发脾气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更年期的人基本上相当于饥饿中的人 所以更年期的女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少吃多仓 让自己一直保持稳定的血痰 第二个就是要增加维生素B或者钙和镁这类的补充 第三个就是不要减少肉类的来源 第四个就是每天至少吃一到两个蛋 你一定要有淡的党固醇的来源 才能保证你雌极素的原材料 更年期雌极素水平下降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雌极素的原材料是什么 就是党固醇 可是医生经常警告不要多吃含党固醇的食物 可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多吃和不吃是什么概念 你去随便搜索一下党固醇这三个字 百度也好危机也好 一搜你就会看到没有党固醇人必死无疑 所以大多数人经常讲不要多吃就变成不吃 其实不要多吃就是你要查查你有没有多吃 很多人一贴一个蛋两个蛋都没吃 你哪来的多吃 对所以我们这个量的控制还真是给所有人 对所以不要把不要多吃或者说 少吃一点就变成不吃 其实你每天吃一个蛋两个蛋数量并不多 一个蛋才几克呀 所以很简单的 你都可以补充你吃蛋的党固醇的来源 它是雌极素的原材料 那么这个到了更年期呢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老有所好 你如果没有个人爱好你就会找很多事情来发脾气 如果你有爱好你比如说你会打毛线 打打打就忘记掉事情就很快乐 你比如说你会打球打打打也快乐 打麻将打打打也快乐 为什么很多人会打麻将 其实就是他排解这种情绪的方法 所以打麻将只不过是一个爱好上不够高雅的一个东西而已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爱好总比没卖 他跳舞啊 像未来的阿姨很多都会跳舞啊 对不对 一定要培养自己丰富的个人爱好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阿姨们如果是面临更年期的问题 倒是可以说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年期的女性 一定要有适当的社交活动 要有朋友 对否则你就会孤单 孤单你就会抱怨你你最近的人 就是亲人 所以中国人有个习惯 就是对外人很客气 对自己人很狠 很凶 对对对 这是中国人非常奇怪的习惯 近乎病态 所以我们得改啊 对家人要亲切 以后呢对外人呢不一定那么客气 对自己人呢真的 人好就好一点 人烂就烂一点 人温柔就温柔一点 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亲人 你就可以随随便便 对 经常跟家人老公孩子父母 经常说一些体贴的话 对啊对啊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习惯的问题 好 我就从来不愿意对自己人发脾气 谢谢老师 谢谢 那老师有一种人呢是比较特别 他介乎于女人女的女孩之间 怀孕的女性 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复杂的情绪 现在有很多运气的女性 她的脾气可大了 对啊 我甚至见过女朋友 就是生气到抱着肚子 在厂房门口说 我不生了 就有这样的人 那会对孩子有影响吗 生气是女人讨爱的一种本领 尤其在怀孕的过程 所有的生气都是一种技巧 我怀孕了 我生气是想告诉你 你对我再好一点 还不够好 要再好一点 女人首先是认为生气是件大事 承担着重大责任 所以有筹码了 可以达到目的 有筹码 这个时候筹码大了 可以有很多要求 于是她就有生气的筹码 所以其实怀孕生孩子 想一想看 其实有什么大不了呢 这自然界里面 每一个生物都能生孩子 又不是你一个人能生 对吧 在说你生孩子的时候 全世界还不知道 有多少孩子一起都在生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生孩子 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呢 那如果是孕妇 因为她说句时间话 作为家人还是会担心 就孕妇如果怀孕了 她生气 或者她脾气不好 有不良的情绪受到影响 她有没有什么改变的方法 其实她生气的时候 已经是缓和的了 她憋气是比较大的分析 好 那有什么办法 然后呢 吃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应付女人生气 最好的办法 就是给她一些甜的水果 好 生气一次给她吃一个 生气一个给她吃一个 老师你这个方法太吵帅了吧 因为呢 甜食会让人增加幸福感 那会越来越胖耶 不会 只要是水果就不会 水果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生气的人呢 除了刚才讲的情况 就是这个样子 那些语言他们要懂的 那么剩下的话呢 一个人呢 只要把嘴巴张开 就不容易生气了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 就很好用的方法 方法有很多种了 我是有一套很好的方法 不但能够管理情绪 还可以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好 真的 对 这孕妇可以用 什么人都可以用对不对 对 这个方法就叫做鬼脸瑜伽 好 马上要迎来这个了 大家跟着学好 又到了让您意志见脑的 金龙与海洋游游调和游 赞助播出的 天天健康天天游里的环节当中了 我们一起来跟着老师学这一套 有趣的鬼脸瑜伽 老师 怎么练 首先呢 你要知道所有的情绪 都只有一个部位可以真正表达 就是脸 你比如说你要憋气 你得在脸部做表情 你要愤怒 你要难过 都得在脸部 所以 喜怒阿乐 管理情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但是管理脸部就很容易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管理 管理脸部呢 就是首先学习用眼睛讲话 不用嘴巴讲 嗯 你会发现调情的人都是用眼睛调的 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如果用眼神讲话的次数比较多 他们的情感就会比较深 真的啊 嗯 两个人如果经常习惯这样的用眼神这样的讲话 两个人就表示很亲密很默契 有有有好朋友之间也会 试个颜色 对 同时呢 学习呢 用一个中音来讲话 不要用高音讲话 你就不容易引起生气的各种环节 对对对 讲话的时候学会把声音呢往平线走出去 不要往上也不要往下 你好 你不要说你好 你不要说你好 你好 你用中线出去 这种交流呢 都不会彼此引起冲撞 对对对 再来呢 就是学会做叫做鬼脸瑜伽的表情 怎么做 就是没事呢 经常这样的 这不是鬼脸吗 老师 我告诉你啊 全身的运动 最难运动到的就是脸部 而最容易衰老的就是脸部 可是好多女生会担心啊 我这样运动完了之后 会有很多皱纹出来 其实呢 有皱纹的原因 恰恰是因为你的脸部缺乏运动 所以呢 它很容易就会老化 如果呢 你经常比如说这样的运动 你看我呢 我教你如果你熬夜 熬夜的时候 你经常做这个动作 大概几下你脸部的紧绷就立刻放松 你没发现熬完夜脸是紧绷的 对 我觉得不仅放松了 下面的阿姨也笑翻了 然后我经常会这样 很难得这样 我这种表情 谁又见到哪个主持人在舞台上 然后呢 经常没事呢 就假笑 假笑 假笑 老师你的假笑会让我们真笑 我每天上电梯下电梯 我都会做这个表情 忽然开电梯看到你还挺可怕的 没关系 怕是他的事 快乐是我的事 我用不着为他的情绪负责任 我先为我的情绪负责任 所以这就是鬼脸瑜伽 不仅会让自己心情好 还会起到锻炼 其实你的面部啊 你看中国的大部分的中年以上的人 他的面部基本上每天是这样 吓死周围的人了 你的孩子每天就这样的看着你 莫名其妙他就紧张 他以后就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情绪 因为他被压力 被你的目光就变成压力 他不是工作压力 不是学习压力 你的目光就让他有压力 你的那种严肃的表情就让他有压力 所以我们以后就是大家记住学一下鬼脸一家 来不光是组成一个来 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把眼睛睛起来 好不好来 嘴巴裂开 一二三 一 一 来来我教各位一个特别的这个鬼脸一家表情 这样子 来 一 一 一 老师这是乌龟 再来一次啊 这样子 一 有一种练蛤蟆弓的感情 放松吧 是 这里都好舒服 一 一下 你就会发现你从不好的情绪就到好的情绪了 任何一个人 一 传说中的解放天性就是这个 有道理 好 今天我一起观众朋友 您的号码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方了 那么恭喜您 得到我们由金龙一送出的 一剧建脑的海洋油调和油 一平恭喜各位 我们一起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快乐 好吗 谢谢 情况就是这样 你也不容易 刚好 他们眼泪都笑出来了 这样好哦 像像十年少的 你每天都这么快乐的话 一个礼拜之后 你就忘了自己的年纪了 一个月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突然间变三十多岁了 女孩 逆生长 对